HELLO 大家好我是Sabi 今天我们要持续实况时代进化 然后这一集就是 呃我上次有做就是有做这个岩浆机嘛 这个制造岩浆机 他就是吃15万的店来产一次岩浆 然后我要将他做成自动化 对我要把它做自动化 就是说当他这边有缺岩浆会自动储存 就是自动的替补过来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真的可以做出一个无限 就是那种就是你们说的无限岩浆 只是他就是耗电 其实他也不是很无限 他真的是吃电再换换那个 换那个 嗯你们懂的 对他们他真的是吃电 然后吃完电之后再换成就是换成岩浆 对所以发电功率 这些岩浆机全部合起来的话 基本上应该够用 这些岩浆机应该是可以 对所以我们需要做 我觉得我怕我材料不够耶 我看一下好就是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东西是 他需要做一个叫流体成型机 就必须做一个方块放置器 煤金 哦还蛮简单的 方块破坏器跟方块放置器 进阶就是变成流行 流体成型机 跟一个叫流体吸收器 我们必须做一个流体吸收 会把东西吸起来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方块破坏器 方块破坏器 需要一个基础线圈 还有鹅卵石 还蛮简单的 西域应该才能够 我怎么拿那么多鹅卵石 要干嘛 鹅卵石 然后再来是 OK 你 然后你 这样子 OK方块破坏器 还有一个叫做 方块成型器 方块成型器 我第一次做青金石水晶 我第一次做青金石水晶 青金石块 青金石水晶 青金石水晶 水晶 都这么多是free的 free的 免费的 然后我需要 哦哦哦哦哦 你在这里 OK好 好这就是能量水晶了 OK然后将它 分解 等一下不是不是把你分解 你分解还得了 放前面 然后鹅卵石包一圈 再来是 你 OK方块破坏器 然后再加水桶 哦 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水桶 可以这么轻易的 做出这种东西啊 反正它就可以嘛 流体吸收器完成 然后方块放置器 不是放置器哦 就是呃 我的箱子里面 还有很多啦 我们的 方块放置器 有流流流体成型器 我们的流体成型器 要做很多个 因为我们的流体成型器 就是要把那个水放出来 吸收就是把水吃掉 但它我们就是变成岩浆 所以放置器必须放在这个的下面 才可以把岩浆灌进来这边嘛 所以我们需要 很多个 需要 方块放置器 19个 所以需要19个 所以需要19个基础线签 19个青金石 首先只有8个耶 19个 一次 做 做两组好了 给它发射 刚刚好 好 这个石头都给它进去了 在这里干嘛 铁框拿出去烧 嗯 OK 然后有了19个 岩浆 方块放置器 之后还必须要做大量的 那个杯子 对 因为我们的杯子好像最多 呃 方块放置器就全部做成泥 这样子就19个 成型器啦 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必须把它上面这些给 敲掉 对然后 还要把 诶 呃 对啦 就是还要把他们给堵掉 就是我们要重新规划 就是要全部重做 然后这边都给它敲掉 然后再来是 我必须要先 就是我想要先储存一下 岩浆筒 对 就是在我们做之前 我应该要先做 因为 嗯 它产出来的岩浆有一定的素质 不过 产出来的岩浆 可以先由抽取的 呃 装置 先抽起来放 就不用就是 就不用那个 不用等它出 因为它一次只会铲一个 但是如果你有储存装置 你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对 那那个储存装置就是 长得像水桶的东西 我怎么狗狗那么凶啊 发生什么事 哦 找到了 做一个 黄色的这个如何 鑽石跟这个 它需要锅斧 赶中压力板 还有锅斧 都是铁钉 天哪 到底是想要浪费我多少的铁钉啊 真的是 受不了 然后还需要赶中压力板两个 摆上跟下 然后 这样子 这样这样 OK 普通的铁桶出来 然后 哎呀 啊 难怪我家的狗会生气 气死了 这这我也想生气好不好 只要听到狗的低吼声表示 刮我这附近 好 先来做 我已经忘记要怎么升级哦 看一下哦 赶中压力板 黄金的 两个 然后就这样这样 然后把它摆中 然后再让再继续烧我的钻石 你知道我钻石有多 多那个吗 好了 这就是这个等级 然后好像还可以再升级吧 可以 但是这个钉我 暂时生不出来 这个钉有点麻烦 对 这个那个钉 红红的钉我一点生不太出来 先做这个就好 因为主要是要拿来储存容量的 对 储存容量 然后我看 我在这边 我差点走错 就是我先把它给抽出来 先把它抽出来 先装进去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不断的产生 不断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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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浪费我的电 不断的浪费我的电 对 那所以呢 这一台机器得先做个暂停 嗯 先让它不要让它生产 对 嗯 先不要让它生产 然后把 岩浆 就是我需要一个管道 就是 嗯 那个叫什么 就是 岩浆的 Ender I.O里面的 液体抽取管 现在会开始应用到很多模组的搭配 所以 对 要玩就是要 这样子的行星 嗯 嗯嗯 中介液体导管 或者是液体导管 都可以 中介液体导管 哦天啊 这看起来好难哦 做这个就好了 哼 看起来好难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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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待 所以 我要做这个之前 我是不是要 先把 这个 东西给 生出来啊 需要 厘石 黏土 沙子 这样子 然后再拿去烧啊 所以如果我要做 最简单的这个 就必须这么做 嗯 然后 中介的呢 这个是哪来的啊 工作台 这是脉冲合金粒 哦好难哦 脉冲合金粒 是用合金炉去烧中介 真正跟充能的合金钉 充能的合金钉 是用 金钉 银石粉 生出来 然后再加一 呵呵呵 好难好难 我先做这个就好 先做这个就好 我这个东西看起来不讲解 历史吗 黏土吗 跟沙子 应该 历史 黏 土 我黏土怎么剩这样 这个黏土快要先挖掉才行 沙子 沙子 我觉得是 啊 我忘记一件事情 这个不能还原 历史 黏土跟沙子 OKOKOK 行行行 我去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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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這個幸運錘來挖 然後有人問說我用這個鎬子 可以挖掉很多就是一整片的那個 就直接變玻璃啦 可是重點是 重點就是 他沒有運氣的效果不會加倍 然後就是 他只能一次挖一個 雖然他說他是可以直接變玻璃沒錯 但是以效率跟就是 使用性來講你不覺得如果有 幸運再拿去燒 是Double的嗎 對不對 對啊他這個這個這個鏟子 我都給他付幸運了 我不用嗎不然我拿這個鏟子幹嘛 他可以加就是你他可以增加倍數啊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加倍數就已經很好了 我知道為什麼我不知道什麼有些人還是覺得說 要用那個 要用那個什麼那個運 就是那個什麼就是普通的這個去直接挖成玻璃 浪費時間 還浪費精力真是 就是覺得不是很妥當 對 哇這可以是這還有幸運 我忘記這還有幸運功效 可以挖很多年圖 歷史很多不用理他 還有一層耶 這這這 好這邊還有一點點把它挖掉 不要浪費 多多少了 哦好多 好走回家吧 因為我只需要幾個就好了 所以 嗯應該才來都夠了吧 歷史沙子跟黏土好開始組裝 歷史沙子 跟黏土 怎麼擺啊忘記了 哦黏土放上下 然後這樣子 64個 OK沒有問題 然後再需要 它這個東西 做成這一個以後 再做成玻璃 我看一下哦 哦 石音一定要用石音玻璃嗎 石音玻璃 這是純淨玻璃 純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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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用普通的玻璃也可以啊 純淨玻璃 一定要純淨玻璃嗎 看起來就不需要 我在催眠自己 它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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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丟進去 這個鍋爐燒超快 嗯 歷史就燒這麼多 它一定要純淨玻璃嗎 純淨玻璃怎麼做 看一下 最便宜的純淨玻璃 就是石音玻璃啊 石音玻璃是用 蛤 什麼 看不懂 OMG 要用石音去燒 用合金爐耶 真的不能用普通的玻璃嗎 我一直深信著它可以 難不成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要使用上合金爐了 真的嗎 是這樣擺嗎 真的不對不行 一定要用合金爐 然後還需要用很多石音 嗯 好吧 我們看樣子我們這一集 只能先做到這樣子了 這是我們最大最大的努力了 就 對我們下一集必須先搞出 就是 模組內總是會有一點 需要做到的東西的前置作業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做到一半了 終於 還有然後後面還有那個 合金爐要做 所以做完合金爐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把這些事情給完成 OK 沒有問題 我們下一次再見 謝謝你的收看 拜拜